此刻 中非班加苏土地上正在爆发一场枪火盛宴 当一暴徒与一群前来受克的俄罗斯教官们发生了激战 暴徒明显有备而来 各种突击步枪以及RPG重型武器轮番上阵 炮轰政府军基地 炮火连天之下 他们身亡惨重 但从俄罗斯而来的教官们丝毫没有退缩 凭借顽强的意志力与其中旋对战 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 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要讲这一群背井离乡的教官们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背景 自1960年独立以来 中非的战争和流血冲突一直在持续 中非地区实际的控制权一直处于一群自称政治军事团队的暴徒之下 当地政府为了加强自身势力 便从俄罗斯招来一群教官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战术培训 我们的男主格里莎就在其中 他并不是决人出身 而是一名警察 此次冒险来到中非 根本原因是因为来这里报酬高 不久 格里莎他们降落在中非首都班级 来到军事基地休整 与此同时 一群雇佣兵暴徒正在蠢蠢欲动 他们召集队伍和武器从不同的方位朝着班级进发 成围攻之势 暴徒上面的带头人老黑刺客正在班级境内 他与本次大选的议员来往密切 两人之间似乎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军事基地里 格里莎的适应能力很强 没过多久便融入队伍 他从之前的老队员口中得知 中非这个地方鱼龙混杂 尤其是在大选这段时间会爆发各种冲突事件 老队员提醒格里莎要小心 果然刚到第二天 基地指挥熊哥就接到外面其他基地的情报 称有一大批武装分子的刑技不正常 熊哥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在意 而是派出一批支援队员前往班加苏基地训练那里的士兵 由士官库班带领 库班不想去 因为班加苏什么基本设施都没有 但居民难为 只能带队前去 格里莎刚好就在这批队伍之中 暴徒这边 在朝着班级前进的路上 所到之处 烧杀奸抢 无恶不作 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熊哥得知情况第一时间告知上级 出于内心的良知 他想要保护民众 可上级乔治态度强硬 他们只是来训练士兵的 至于其他事跟自己无关 再者说 他们在这里也没有行动权 贸然采取行动 极有可能引发国际冲突 听到这儿 熊哥没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 装飞总统知道的暴徒正在向班级靠拢的消息 随即联系乔治 希望对方能伸出援助之手 乔治思考再三答应下来 很快 正朝班级靠拢的暴徒们 遭到教官们的带头阻击 暴徒就是一群杂牌军 所以他们在正规军面前被打得溃不成军 遭到重创 前进的脚步也被迫停了下来 格里莎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班加苏 一驾车 格里莎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个基地 只是个大院 而且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 就更别提防御攻势了 顾班也对此预估无泪 也只能尽快修建这里的防御工程 俄罗斯人插手暴徒的事情惹得老黑很烦 这时 议员的助理詹姆斯来找老黑 上套接下来的解决方案 老黑认为自己队伍完全有能力搞定俄罗斯教官们 可詹姆斯并不这么认为 他感觉那群教官们不仅武器装备精良 作战能力也很强 而且 只要俄罗斯人在 政府均就有底气抗衡暴徒 詹姆斯提议是用舆论压力 护使俄罗斯人撤出冲飞 但在这之前 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 和数千名来自乍德的雇佣兵来加持 于是 老黑和詹姆斯便盯上了 防御力十分薄弱的班加苏 随后 老黑打电话给外面指挥的雇佣兵 头领屠夫 让他带队前往班加苏 屠夫来到班加苏附近 从居民口中得知 俄罗斯人在班加苏周围安置了地雷 屠夫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这时 他看到远处有一对母子 顿时心生遗迹 屠夫把两人抓来 以孩子作为要挟 让母亲回去告诉俄罗斯人 自己要与他们进行谈判 顾班接到消息 第一时间带着格里莎与屠夫会面 这里之所以带格里莎 是因为格里莎会法语 在顾班的要求下 顾夫先把孩子放了 然后表示自己不想与他们开战 希望顾班能带着队伍离开 顾班没有答应 当场赶走了屠夫 既然如此 一场大战也将必不可免 顾班回到基地 立马联系当地政府军 把情况告知并下达作战任务 政府军把守基地南面 自己则带队助手相对薄弱的北面 没想到政府军却领诊脱逃 带着人开车离开的基地 不久 一支40人的暴徒队伍 就出现在顾班等人眼前 他们从四面八方围困上来 随着一声枪响 大战一触即发 现场顿时强声大作 顾班四处游走于各个作战点进行援助 经过一番艰苦敖战 他们抵挡住对方的第一波攻势 然而还没等大家喘口气 第二波攻势再度来袭 这次屠夫势在必得派出20辆摩托车 将50个步兵的队伍朝着基地不要命地涌来 同时还有各种RPG火箭弹袭来 一时间阵地受损严重 但队员们誓死捍卫 再一次击退敌军 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刚才的战斗把格里莎吓得不轻 毕竟她此前从未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 最后格里莎被安排跟老队员利盟一起 搜索前方建筑屋 因为在战斗开始前 那里面传出过枪声 格里莎跟利盟小心翼翼地往里摸索 最终发现了四民不愿离开 要保卫家园的政府军 利盟向库班汇报的情况 后者让他们把弹药留给士兵离开 之后库班把现在的局面汇报给上级部门 他们积极调动部队进行支援 而熊哥等不及了 打电话给距离库班只有一公里的联合国基地 请求对方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可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长官胡子哥 明显不愿插手此事 以他们禁止干涉敌队行动为由拒绝的 熊哥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他表示不需要他们出手 只要协为自己的士兵提供庇护场所即可 胡子哥听完说道 他可以提供帮助 但有个要求 那就是库班等人 必须要在手无寸铁的状态下才可以 熊哥挂断电话后 忍不住破口大骂 手无寸铁 那不就是当俘虏吗 而此时 库班正带领队员们加固基地 为之后的战斗做着准备 那天夜里 库班联系到熊哥汇报情况 申请弹药支援 熊哥表示 明天早上六点 有一架BK直升机会给他们提供物资 同时他还说 要是坚持不住就去联合国基地 不过不能把枪扔了 第二天 格丽莎等人正在休整 远处一发火箭弹突然袭来 接着暴徒们发动攻势 这次他们来势汹汹 大家奋起反抗 那四位政府军却在第一时间遭了殃 格丽莎赶去支援 差点被一发火箭弹炸飞 受了点轻伤 格丽莎二话没说背其他撤退 没曾想 一辆机枪卡车从远处指来 可能是上面的人眼瞎 没有看到一旁的两人 格丽莎眼睛手快 从周围尸体上拽下一颗手雷扔了上去 机枪手当场领了盒饭 格丽莎背着女兵继续前进 可没走几步 就因为伤势过重倒在了地上 两名队员看到这一幕 急忙跑来营救 库班则在后方进行掩护 保护他们回到基地 此一 库班这边不仅伤亡惨重 就连弹药也所剩无几 另一边 乔治正与新来的长官保罗 跟一群当地政府高官商讨方案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暴徒的最终目标是班级 保罗让政府高官对班级周围 进行加强布控 同时质问对方 他们的士兵为什么会撤离班加苏基地 高官们一言不乏 眼看班加苏脚攻不下 兔夫手下队员也死伤惨重 决定不再继续攻打 随即打电话把情况告诉老黑 老黑还想拿钱要挟屠夫 奈何 对方不玩了 怕自己有命挣钱 没命花钱 一旁的詹姆斯得知消息 丝毫不慌 表示自己会搞定 最后 议员手下的一群政府军 出现在班加苏附近 率先干掉屠夫 其实从这不难看出詹姆斯的身份 我个人感觉是美国人 他在从中作梗 想要让议员上尉 控制中飞这个国家 成为美国的傀儡 顾班这边 派几枪手和几名士兵 带着受伤严重的格里莎 去指定位置接飞机 拿到弹药后 格里莎被送上飞机 机枪手目送他们离开 急忙往回赶 此刻 坚守阵地的库班他们 情况不容乐观 政府军现身对基地发动轮番轰炸 一时间 无数榴弹和手榴弹袭来 库班等人被打得完全不敢露头 只能边打边退 好在这个时候 他们在外围设置的地雷陷阱 起了作用 消灭了一些莽撞的敌人 可最后 库班等人还是被围困在一间房子里 关键时刻 机枪手即使赶到 给这群政府军包了饺子 成功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次战斗的势力 代表老黑等人的武力制服 总统的想法彻底土崩瓦解 议员对他非常失望 怕事情败露 议员立即乘坐飞机 离开中飞 影片最后 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 政府军成功歼灭其他地区的暴徒 还给中飞国家安宁 格里莎身体也没有大碍 顺利返回俄罗斯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听名《政变旅客》 是一部最新上映的战争动作电影 故事有些小众 但题材还算新颖 片中的战斗场面也十分精彩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原片哦